战机在空中短兵相接 这几年我们报道了好多次了 但是真的很少听到 客机居然会被迫转型 这是白俄罗斯 为了逮捕他眼中的异议人士 竟然派出他的米格29战机 拦截民航客机 而且强硬要求机场 转将到白俄罗斯的机场 国际哗然 这实在太恐怖了 这个民航客机是从希腊雅典 要飞往立陶宛的连航班机 就在经过俄罗斯上空的时候 突然俄罗斯军方宣称 有炸弹以战机脅迫 民航客机转将 机上真的有反政府异议人士吗 总之立刻就被逮捕 欧盟部分国家指控 白俄罗斯的行径 已经完全形同劫机 为了逮捕机上的异议人士 白俄罗斯政府竟然以战机拦截 脅迫机长转将到 白俄罗斯明斯克机场 引发国际哗然 这架从希腊雅典飞往立陶宛的 瑞恩航空班机 周日在行经白俄罗斯上空时 突然遭到拦截 显示班机上有炸弹 因此要求机长立刻转将 白俄罗斯军方派出米格29战机 跟随班机飞行 直到降落明斯克机场 白俄罗斯的异议人士普罗塔塞维奇 一听到要转将明斯克 立刻将所有3C电子用品托付他人 显见他已经猜到 转将是冲着他而来 今年26岁的普罗塔塞维奇 是一名记者 曾经任职于波兰网络媒体Next 去年他大篇幅报道 白俄罗斯民众要求总统 卢卡申科下台的反政府运动 遭到政府指控是极端主义分子 煽动仇恨者 并将他列入政府黑名单当中 普罗塔塞维奇在机场遭到逮捕后 白俄罗斯反对党领袖 立刻表达声援 并要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调查这起拦机事件 西方各国领袖谴责白俄罗斯 欧盟部分国家则是指控 以战机脅迫 民航机转将等同事截击 立陶宛总统呼吁欧盟 将白俄罗斯的领空 列为不安全的空域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掌权27年 去年总统大选 他宣称获得80%的选票 击败反对党领袖连任 但外界认为选举有舞弊之嫌 反对派与西方国家大多不承认 卢卡申科胜选 白俄罗斯民众也发起数个月的 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反对派人士在选后 接连遭到逮捕或是流亡海外 现在当局甚至不惜拦截飞机 要让异议人士彻底消音 TVBS新闻总和报道